找出来 我们的刚接触到 这刚接触到这种 斜面的处理的方式 所以我们用一个一个的点把它找出来 一条一条线对起来的方式来做 好,来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用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呢 我们用色线 用色线 由这边出发 拉到刚刚自己偏移出去的 这个基准线 来当做这条基准线 那么这两点连起来的线 一定跟他们的垂直吗 好,我现在把它放到旁边 有需要用到的直接扩皮筋来放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做 一个一动一动来做 我们先来做这一个 这一段长 这一段长 那这一段长好,我们就把它对下去 好,就到这里了 好,然后呢我们再用啊 这个刚刚做好的样板啊 抓过来 贴上去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一段的距离会在这边展现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段距离多长呢 给它欧 这一点到这一点 好,这个距离 那我们就用这边到这边 好,所以原来 好,我们的点从这边 到这边 有没有 好,这一段 就是现在各位看到这一段 好,继续 然后呢,我们要收上来 要缩起来 会垂直上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到这边 也会垂直上来 垂直上来到哪里啊 好,那就对过来啊 好,在这边 好,然后呢 我们再去把那个样板啊 抓进来放 好,有没有 所以这一段啊 这一点对下来 在这里再过来 那这一点呢 是这边垂直过来的 这边画过来 垂直过来 所以呢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已经画过来了嘛 对不对 接下来就应该把它垂直过来 有没有 这样就垂直过来 这样就垂直过来了 好 了解了吗 然后接下来呢 要画一条 这样长长出去 那这两点 同样都在这一点 所以从这边出去多长呢 好 偏移啊 可以帮我们测定这个距离 好,它就知道距离了 好 OK 所以原来是这边 把它补起来 好 你看哦 过来以后 过来这边呢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边多少 这边就多少 然后又垂直下来 你看又垂直下来 垂直下来到哪里呢 垂直下来到这边 正好切起 好 正好切起 所以现在各位 你看到1234 1234 OK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过来 那过来这一点的时候啊 我们就去偏移 哦 从这一点 因为他们是同在条线上啊 到这里 点一下 这一点到这边的距离 好 我们用这边到这边 原来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巨额线呢 真的画到这边 哦 这样子 有没有 哦 你看他是不是进来了 进来就在这里 好 那接下来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跑 好 因为这段已经完成了嘛 已经抠一厘了 有没有 一定抠一厘 乖啊 啊 这边就可以删掉了 好 垂直下来哦 垂直下来 等一下 等一下画下来 画下来到这一点 好 我们把它对下来 哦 到这边 好 去把样本 扣币过来 哦 所以呢 各位呢 这样子啊 原来在这边 我们就画一条直线下来 哦 哦 这样子 各位看到了 在这里 哦 在这里 对过来 好 那接下来呢 又 铜在这两点啊 这两点 铜在一条线上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呢 去看这个深度多深 厚度多厚 好 然后选到这条直线 往后 不不 哦 到这边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从这边接到这里 有没有 哦 然后上来到哪里呢 哦 你看他到这边的嘛 好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要爬上来 爬上来到这边啊 对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找 这条线 这条线要爬到最顶端再过来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爬到最顶端 这点在哪里呢 我们把它对过来一下 哦 原来是顶端到这里了 有没有 对下来到这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 这边是垂直的 所以呢 你呢 也就不用 再去量 直接画过来就对了 有没有 哦 他这边过来了 好 然后这边直直直直过来 一直到 一直到我们的什么 一直到我们的基准线 所以我们再直直的画过来 画到基准线 好 然后再画下来 好 OK 你看 是不是这样的造型 这样的造型 这样的造型 有没有 所以这是实际上的 好 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用 这样投影的方式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好 那为了让各位比较清楚 我就故意的连几条线 好 故意的把它不插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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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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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啊那这里就画好了 其实你现在我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这样子 ok 这样子可以吗 所以我们单斜面的练习转到这边